大家好我是财华小沁 当今社会再也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了 女性帮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 以前我们总说男人是一个家庭的支柱 现在可不一定了 我在不同的领域看到过无数优秀的女性 她们担负着家庭公司甚至社会国家的重担 当然责任越大压力也会越大 可能很多人认为只有男性才会通过抽烟 酗酒熬夜打游戏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压力 近几年我发现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已经不再是男性专属 女性这个抽烟酗酒的也不再少数 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办公室楼下 明天都有不少的女性聚在一堆抽烟的 这些不好的习惯其实都会威胁到女性的身体健康 去年我就有一位女性朋友不幸被诊断出了乳腺癌 她本人非常的优秀 是公司的高管 收入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自从被诊断出了癌症之后 长期的化疗导致她整个人暴瘦脱发严重 折腾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她说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 健康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当然在这里提醒一下女性朋友们 除了要注重身体的保养之外 还要配起自己的保障 在给家人买保险的时候 不要光考虑老公和孩子 自己的保险也要配置齐全 而且现在的保险产品也非常的人性化 有不少是专门为女性朋友们设计的 不仅保费便宜 还能保障女性的特定疾病 非常的合适 好